请把它稍微换一下 2岁18季肉针 这边记得2岁3个月请打勾 然后这个1就不要打勾了 1岁不要打勾 这个意思是说 2018年 2018年有1358位小朋友 它是符合2岁3个月 大已经超过2岁3个月 他应该要打完18针 然后其中有53位小朋友 他是没有打完 2017年有87位 2016年有93位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来去调整一下 这个标题是不是应该改 改他的格式 改他的格式 请点到这一张图 然后标题在格式里 标题打开 叫做两岁18季肉针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内容要改咯 请点这一个资料表 然后请把这个一岁注射日期6 我要请你改成这个五岁注射日期 五岁注射日期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函事怎么写的 这边是不是只有写到9个 因为5岁的话我这边没有小朋友 就那时候取资料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从9月11号开始去 就我们取到1月 就刚好是5岁 大于5岁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资料表我也改一下名称好了 改一下名称 这应该不是新生儿2月 应该是2岁肉针的名册 然后请把这一栏换成这个五岁注射日期 但是五岁注射日期你要稍微修改 他这边不是指18季 因为因为这边你必须要加 加前面这个这个一岁注射日期6月 因为这是9季的代表 所以请将游标点选 5岁注射日期 这边才9季而已 这边才9帧 好请点它 然后这边我要前面加这个 1岁注射日期6月 所以一撇 不晓得各位刚刚你有没有看到 当我输入这一撇 它没有出现这个东西 好 这个时候你不用急 点一下空白键 再往前三 backspace 就是往前三一格 它就会跳出来这个 这个也是我称之为叫做记忆体不足 那我现在要点这个 miss1岁注射日期 刮骨6月 tap键 然后加 这边就是总共有18季的控制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5岁注射日期 搬到 搬到这张资料表是不是有栏位 请把5岁注射日期 搬到1岁注射日期 刮骨6月 上面或下面都可以 反正我是要把它给删掉 1岁注射日期 刮骨6月 那一定会说 为什么会有一个小朋友 没有30针肉针 那是因为 假设原本名字叫乘1亮 乘2亮 乘3亮 当我们一做去识别画 它就变成同一个人了 这是提供给你参考一下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件事情如果再加个妈妈的姓名 妈妈妈妈妈的姓名 母亲姓名搬进来 他就会分开来 对不起 因为我当时算的是 依照身份证字号 就算搬了身份 那个也没有用 反正就是A170 6个新字号 这里面其实不止一个人 那你大致上可以 可以建立完这三种名册 其实是四种 我把那个逼竿第一剂 也给各位了 这个逼竿第一剂 你就可以算说 有多少小朋友 其实不是在医院里面 是出生的 或者是说 他可能是国外生的 对不对 他在国外已经打过了 很有可能 我们这边 那个历史系统上面 并没有注明 好 我先把这个档案 先介绍到 请问一下 你们的名册要不要电话地址 那你知道怎么加进去 就右边那个栏位 拖曳到那个名册 要不要电话地址 就是 不说 为了 在那边 感谢观看